好 各位觀眾 記者目前所在位置 就是在宜蘭著名的觀光景點傳譯中心 由於卡努颱風目前是逐漸的逼近台灣 往北轉的趨勢氣象局都還在持續關注 不過外圍環流一樣會影響到北北基 以及宜蘭地區造成一些間歇性的短暫正雨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傳譯中心呢 其實還是有不少遊客今天特地到這邊來觀光旅遊 我們來聽一下 稍早訪問 應該會 但是颱風應該是下午才會到 對 那下午我們的旅程剛好結束了 所以沒有關係 對對對 如果那個颱風太靠近 這邊就會受影響這樣 好 了解 謝謝 那如果說真的呢 颱風有靠近台灣 靠近宜蘭的話 我們會做一些防態的措施 像是把一些懸掛物做一些加固等等 以避免就是有一些就是 需要做一些防護啊 還是一些安全狀況的維持 我們都會盡量的去處理 好 我們可以聽到傳譯中心的公關室 表示呢 他們這邊也有因應的防台工作 要是卡努颱風真的是逐漸的往西的話 強風豪雨所帶來的威力 他們也會將頭上的這一些懸掛物 來做拆除的動作 以確保遊客的安全 不過也要提醒觀眾朋友說 其實卡努颱風目前已經出現了雙眼牆的狀態 正在進行眼牆置換 所以它的速度呢 其實會在放慢 外圍環流將會持續的影響台灣一段時間 在北北基陶以及宜蘭地區 都有可能會降下一些震雨 請民眾一定要特別留意 另外大家最關心停班停客的問題呢 其實在北北基陶地區我們目前掌握的最新狀況是 今天晚上八點最快會公布北北基陶的停班停客資訊 有任何的最新訊息 我們將會隨時為您掌握 以上是記者在傳譯中心這邊掌握到最新消息 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